裝比較大 它其實 也是有一定的重量啦 當然有一定的重量我知道 我想說我以為它只是一個盒子 大概就這樣了 沒有 它這個只是 就是保護比較多 反正保固卡就已經都蓋好了 所以也不用再寄回去 對對對 因為它之前的保固卡還要再寄回台中 然後它只會寄一個給你這樣 對啊 你有帶相機來測嗎 有啊 漂亮喔 想說試一下 對啊對啊當然 對 它是 它 把手是原本的 它的鏡頭腳架是原本就有負責 這個是 這應該是R卡 R卡版 R卡 這是R卡版 然後它 這個你可以把它拆掉 但是這個底座都還會在 嗯 或者是這個嘛 就像這個卸掉對不對 卸掉這個環喔 你可以拿掉嗎 底座 對 對對對 沒錯 但它沒有像Canon 有那種 90度的卡 它就是全部都轉順順 你轉轉看 你把它放在左上 你轉的時候它 它也有 就90度 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啊 就是它會讓你 在不用看這個 紙位的時候 嗯 你用手就可以感覺到 轉到90度 真的 就是上單腳架的時候 啊 這口袋在幹嘛 哪裡 沒事 鏡頭開在這裡 鏡頭開在這裡 對 這個 這光照是本身沒鎖啊 喔 嘿嘿 唇歪的 它這個是 好 就直接鎖上去 對啊 神奇 你們這個是 代賣還是 沒有 我就直接跟公司拿 然後可以拿比較便宜 因為其實這樣子就算是 這個邏輯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對啊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轉賣 但是就是 有點像是 二手販售的概念 我就可以不用走 那個 報稅那邊 的概念 簡單來說是 這樣 就想說